好 明鳳怎麼看 我覺得現在在野三個人呢 都是陷入莫名其妙的 那個愛情的氛圍裡面 然後就亂追一把 然後呢 也不曉得追到之後呢 到底是幸福還是不幸福 或是結婚是不結婚 然後又搞得亂七八糟 好像看八點檔一樣 那我覺得你現在選的是總統 那你鄭本清源 就先把你自己的形象 搞好一點嘛 對不對 那你侯友宜 你不要再去那個點點點 你沒事跟桑州一直打仗 打到現在是在打什麼意思 根本就看不懂 那人家為什麼會寫你點點點 因為你什麼話都講不出來啊 那你這是你9月13號去美國 那你要去美國你要講什麼 那你回來要講什麼 昨天碰到那些人就說 我打個操 我給侯友宜跟桑州出個主意 桑州給他進行一個專訪 專訪網路全程直播 然後不能看稿 不能看小超 不能看大字報 不能帶保姆 一對一 上週跟他對決 那那個桑州要公開對決 然後直播給所有人看 不要在那邊修剪剪戒 收視率太低 誰跟你講收視率太低 我認為會很高 不很高嗎 那可以啊 OK啊 那你就那也可以啊 我覺得就可以啊 如果說你不怕那個點閱率 太低虧本的話 那你就桑州又給一個專訪 跟上週小編來對談嘛 看我那邊 而且先決條件是不能帶保姆 不能帶這個大字報小超這些鬼東西 不能帶柯智恩對不對 不能帶那個誰啊 謝龍介啊 這兩個人不能在旁邊幫槍 那你就從頭講到我 那你就不用去什麼搞一些有的沒有 那你就戰勝小編 戰勝小編就戰勝你自己的形象了 不是嗎 那郭台銘也是啊 你以為是用那個 剛才有人用發情兩個字 那個是用野獸啦 但是我覺得這個 這個人 可能就是一種瘋狂的 在追求這個柯文哲 我覺得柯文哲可能也嚇到了吧 就是說昨天他就被強迫 慕容其妙要站在那裡25分鐘 他也不敢動 過去的柯文哲可能不是這樣喔 柯文哲可能會酸兩句啊 譬如說 如果那一個人不是郭台銘 是民進黨的 他應該在這邊對著鏡頭罵了吧 對啊 聽說郭台銘在上面 這個同樣的話是講了三遍 那如果是柯文哲以前就會講說 這已經講第二遍了 這已經講第三遍了 他一定會這樣取笑他嘛 可是上面就是郭台銘啊 所以他就不敢無動 他就不敢動啊 就無動 就這個 也不敢去坐在他旁邊 然後就假裝這個 閃掉然後這樣子 那我問你為什麼 柯文哲這麼怕郭台銘 還是柯文哲怕有錢人 我覺得可能是怕有錢人吧 你覺得柯文哲怕有錢人 對 那我覺得柯文哲當然也沒有完全放棄 未來會怎樣 但是你要知道喔 四年前是有個月老 叫王金平啊 對不對 那你今天是兩個人 那中間沒有月老啊 那沒有月老之後 那個郭台銘就發揮男性的本人 本能一直去追求 那沒有月老在從中 做一些協調的時候 這場面看起來就會非常的難看嘛 所以我覺得說 你可不可以 大家可不可以收斂一點 那你追求是不是可以用那種 這個所謂 古書講的這個淑女啊 跟君子之間的追求 我覺得那起碼上面會比較好看 然後你追求起來的時候 會比較冷靜 我到底適不適合嘛 那我請問一下 如果好啦 今天郭台銘跟這個 柯文哲在配起來之後 兩個組成的運作的政府 你敢投嗎 我覺得這兩個人一個人講話 不是沒有什麼誠信嘛 那關公每次都要舉關公來取笑他 然後呢 柯文哲也是一樣啊 今天變明天變 然後兩個人組合起來 就是變變變 那你這樣的一個組合 你到底可不可以獲得幸福 獲得選民的支持 然後就是你們兩個去結婚 結婚之後會成功呢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就是說 你在這個整個總統大選裡面 到底在搞什麼鬼 你正本親緣還是要跟選民訴求 你的政見跟我的形象 還有我有治國能力嘛 不是我狂追爛打 那狂風掃落葉一樣 這樣鬼扯一堆嘛 好 那我問你三個母雞 現在確實是陷入三角大混戰 這個對小雞的選情 會有多少影響 因為我觀察到賴清德的辦公室 現在已經在找 各個不同地方的操盤手 比方說雙北操盤手 今天我看到余天跟陳時中 好 然後他們幾個行程都在拉小雞 我的意思是說民進黨 現在擺明了在拉小雞 但是國民黨跟柯文哲跟郭台銘 是三個母雞三個小豬還在糾纏 對 就是說現在賴清德的 所謂的各個區域的總幹事或是幹部 其實已經找好了 那他現在當然是拼命的在跑這個選舉 當然對小雞是有幫忙 但是他的弱點在於就是說 有些糾紛的地區他沒有 還沒有進入實質處理的階段 譬如說內湖的無心帶 跟這個所謂的跟高家瑜這個部分嘛 然後這個譬如說嘉義也有一區是比較弱的 然後也有一些糾紛 然後這個何志偉跟王世傑的那一區 然後還好那個侯漢廷參選了 所以我想北部應該不會掛臨 那他的問題是在於這些內部的地方 這些內部一定要勤跑是沒有用的 是需要內湖的出面去解決的 那些小雞最殘忍就是國民黨的小雞 因為郭台銘下面沒有小雞嘛 然後那個柯文哲小雞本就是那一堆而已啊 就十幾十來隻 然後養一養然後到處跑 然後看看有沒有養多兩隻 十二隻這樣子 對他來講不差 他如果不選總統不跟郭台銘合 他的小雞的數額 大概就是這個程度了 現在最慘的就是說三個人鬧成這樣 全部的人這個藍營的基層撒 其實都撒在國民黨的小雞上面 就是說我不投票了 我不投票是我連小雞我都不投 我懶得出門出這個門 我寧願在家裡面吹大頭叫 我是投你們這些人幹嘛 三個豬頭三兄弟 那所以說現在小雞就是非常非常的緊張 然後你黨中央紀律又很嚴格 我不能夠跟這個核看 核看板 不能跟那個人握手 不能跟這個人在一起和站台銅框成 那你問題是你自己的母雞又弱得要命 那你黨中央我覺得黨中央到最後要有一套的辦法嘛 就像韓國瑜當時七一五七二三吧 出來全代會的時候就跟朱立元講一套 就是說到九月如果還沒有起色要想另外辦法 那想什麼辦法 什麼辦法 當然就是棄母雞保小雞啊 已經是棄母雞保小雞了嘛 就是說我好啊 大家不要管這個 把這個所謂政黨輪替換成國會的政黨輪替嘛 我覺得這一招對現在氛圍還是有用的 那如果你不切換重點的時候 我就會告訴你母雞小雞一起陣亡 然後包括三隻小豬 豬頭大哥豬頭小弟豬頭二哥都是一樣嘛 就全部埋正在2024年的選舉裡面 好我們稍後回來